南非政府在昨天在索維托足球城 為病逝的前總統曼德拉 舉行官方追悼會 全球將近百名政要元首都親自出席 包括紐西蘭毛利族的政治人物 或是加拿大第一民族的領導人 Sean Adelio也都到場了 追悼會的場面超過前英國首相 奢契爾還有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葬禮 美國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的總統奧巴馬 在現場發表演說 他說是曼德拉啟發了他 讓他想要成為作為一個更好的人 奧巴馬也跟訴敵古巴的總統 勞爾卡斯楚意外的在會場上握手 不過這一幕被很多人做了政治解讀 甚至有美國的在野黨共和黨員 批評奧巴馬根本就是要跟 違反人權的古巴政府妥協 不過白宮隨即回應 奧巴馬充分體現的是 曼德拉跟敵人和解的理念 在這個現場 各國政治領導人的互動 也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 尽管因為下雨 原本預期會有九萬群眾 湧入的體育場 最後只坐滿了三分之二 但會場氣憤激昂 南非民眾用自己的方式 送別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 曼德拉 追悼會選在曼德拉領取和平獎 二十週年的紀念日舉行 這位和平獎得主的風行 促成全球九十一位領袖 包括四名美國總統齊聚一堂 曼德拉的遺孀馬契爾 也在他過世後第一次公開露面 前妻溫寧以及其他家族成員 也到場日益 另外還有十二萬南非民眾 透過全國一百五十個大螢幕 跟三間體育館實況轉播 追悼氣氛並非一昧感傷 現場民眾有時高歌 有時手舞主導 或吹響傳統樂器拉烏烏茲拉 讚揚他們視為父親的曼德拉 有時甚至勞動肆意提醒降低音量 避免干擾儀式進行 雖然追悼會的主角是曼德拉 但美國總統歐巴馬意外搶走焦點 疑是他跟丹麥總理 迎向卡麥隆自拍 是否得體引發議論 另外是歐巴馬演講前 跟古巴國家領導人 勞爾卡司署握手 這歷史性的一握搶進風頭 也引發敵對一甲子的兩國 可能大和解的揣測 不過歐巴馬隨後在講到詞的時候 一有所指的批評 在場仍有國家打壓異議人士 長達四小時的典禮 最後在南非前大主教 土土的致詞中結束 他呼籲南非人要延續曼德拉的典範 而在這場盛大的官方悼念儀式結束之後 曼德拉的遺體已經站錯在首都 普勒托利亞政府大樓 開放各界沾講三天 記者綜合報導